其实一个人的成功主要来自于信念 我觉得 如果你的信念是积极的 是你自己去为了实现某一个理想和梦想 那它一定会改变你的人生 有一次我讲到就是说 小孩子要自伤情伤 我说最大的是零伤 什么叫零伤 就是说一个人的 你的生活目标是什么 我不管是男生是女生 你长大要做什么事情 这个是非常重要 你从小时候输了这个目标以后 是非常重要的 西方有一个概念 它叫reversal engineering 就是说反向工程 什么叫反向工程呢 我先把我的视角放在最到底的完成的上面 然后我觉得这个结构出来了以后 然后怎么样达到这个结构 你就知道你要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我们以后我喜欢当老师 当大学教授 那我们就反推 你是什么样的条件可以当大学教授呢 比如说在西方 比如说在中国 那么当大学教授 要受到非常好的教育 要大学毕业 Education要好 Yes 要硕士毕业 还要博士毕业 那就一定要在学术型的知识领域里 是的 而且你这方面要有一点天赋 比如说灵人的天赋 大学教授都是灵人的 还有口才对吧 对 还有口才 你为你来讲课 还要说服人家 说服学生 如果这个是你的目标的话 那你就很明确了 你的家庭和你就一起努力 那就走学术的努力 有的人的目标 他说我长大了就要唱歌 当表演家 当歌星 当歌星 那么你就不需要去读清华百大 因为你走上学术的路 它不一定能帮助你去表演去唱歌 那么你就要在课外活动里面去表演 去学习什么音乐 乐器演唱这些东西 这叫反向工程学 就是说你有目的以后 家人和你一起努力 达成这个目的 在西方也有一段时间 叫做单性别教育 就是说女生和男生教育不一样 这是在维多利亚时代 对 就是他们都是什么 女子学校 男子学校的 其实他们这个分校 男女分校最终的后面的理论 其实不是学术上的 其实最根本是道德上的 他不希望男女混杂以后发生这种 就是说感情 感情 其实是这种关系 但是后来呢 女传运动以后 就是男女平等以后 就出了一个改变了 就不需要这男女 他就需要男女混校 其实男女混校 是对男性和女性共同发展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是男性 女性构成的 如果女性不认识男性 男性不认识女性的生理 或者是心理状况 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和谐 小孩子一定要学会 与异性打交道 异性打交道 知道异性情感和男性情感的不同 所以并不需要 我们中国的这种概念 就是说女生 我一定要像绣花一样地养着她 以后她就不受诱惑 男生我要把你放在 艰苦的东西去训练她 然后以后你就会挑天地 就是成大量做男子汉 这种理论完全没有科学的依据 我再跟你讲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 就是棉花糖实验 棉花糖实验它是60年代的 当时的实验的对象 是40岁的小孩的学生 所有的都是哈佛大学的老师 教授的孩子 贫穷都差不多 那智商应该很高的 智商应该很高的 就是说跟小孩说 我现在这里有棉花糖 在你的抽屉里面 你现在可以现在吃 你也可以过15分钟吃 如果你过15分钟吃棉花糖的话 我后面再给你补偿棉花糖 然后大家就去 都走离开了 摄影都是来监视他们 有的小孩子呢 看看没人的时候 这笔棉花糖就吃掉了 不等15分钟 有的小孩子呢 就等15分钟 不吃这个棉花糖 等到更多的奖赏 那么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什么呢 实验就是看小孩子 这个自治力 低人生的影响 结果这个实验以后 他一直在跟踪 这个小孩长大 20年以后长大了 就发现 没有耐住性质 吃了棉花糖的孩子 不管他是各方面 都要次于 坚持不吃棉花糖 等15分钟 等他奖赏的棉花糖 那这个说明就是 这些小孩子们 其实本身那些 能坚持不吃棉花糖的孩子们 他们应该是不是 本质特质里面 就有成功的特质呢 我等会回答你这个问题 先把这个实验的意义 告诉大家 这个实验在测量 儿童的自治力 就是说他们能够 有一种意识来 就是说让自己满足感 推迟 不是说 我要马上得到满足 不管后面怎么样 那么实验证明呢 就是能够人 能够把满足感推迟 你有自治力的人 以后更容易成功 后来这个实验 继续往下做 发现什么情况呢 富有家的孩子 更有自治力 他更希望自己的 欲悦喜悦延迟 穷人家的孩子 他自治力很弱 他一碰到这个机会 他就怎么样了 赶紧抓住 赶紧抓住机会 没有这个机会 他就怎么样 失去这个机会了 你看 贫穷 你要养他贫穷的时候 他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你看 我应该走 不妥费的时候 我看